《女强大天不容》 无论是事业还是感情生活 都经历了重重磨难 最后仍然能笑看人生的女人们 而对于郑女情来说 吕方诚和高飞两个人 就是她感情路上的两本书 我估计我们两个人 每个人的复告 都是几页制都写不下的 那你看 都写什么内容 对 反正在感情内来 是可以合并同类相的 这两兄弟的同类相 当然就是郑雨晴了 而吕方诚 是那个最先 让郑雨晴尝到爱情滋味的人 你知道咱们谈了六年恋爱 还没分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吗 什么呀 是因为每年跟我爹妈 咱们都有斗争的新主题啊 你说他们要是早一点承认 我们也是凡夫俗子 又七情六欲 是不是我们早上分手了啊 干嘛 想跟我分手啊 没有 没有 我真没说 赖你一辈子啊 不分手 我的状态 奴家我永远记着 你为了我留在江州的恩情 死心 冥记 两个刚踏入社会的小青年 已经谈了六年的恋爱 看起来依然很甜蜜 年轻的时候 我们总是很轻易 就能说出一辈子 这一生这些话 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一辆自行车 一间小屋子 有情就能饮水饱 怎么样 依晓 这房子都算小了 还有没机会 你可以开火了 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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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得穿着那样 才像个求婚那样 实在不行 给你探着弄了 爸 爸 你在啊 叔 我不在 我上哪去啊 下班啦 就这么招摇是吗 光天花日之下 苟见达辈 您叫我同事看见像什么呀 干什么呀 发那么大伙 人放着好心好意来看你 挂这个脸 给谁看啊 看我她胳膊上 吊着个你干什么呀 不是看谁 谈恋爱的时候 有多少女婿都被老丈人嫌弃过 纵使吕方诚一介状元 仍然逃不掉这个套路 但又有多少父母能够傲得过年轻的子女 所以吕方诚和郑雨晴 经过多年的恋爱 在父母的祝福中结婚了 我们是同学 完了 我 完了 后来文理分班 我就肯定选了文科班 以为从此别过了 然后就没想到 没想到吕方诚也进了文科班 老师 咱学校出过理科状元 还差一个文科状元吧 我给您补上 就当学生献给母校的一份博礼 好好好 有思想 有报复 对 因为我就是为了这么一情 我才笼络到了文科班的 咱们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了 我希望咱们班的同学呢 能搭好班子 结好队子 互相帮助 取长补短 我们一起来度过人生当中 最紧张的这段时间 旅方诚 那你选谁 我 我选郑雨晴 我俩住着见 有问题可以互相问 郑雨晴是我的 笑什么笑 老师 我和郑雨晴在私底下早就说好了 行 你先坐下吧 你俩都坐下吧 高考在真正的学霸眼里 就是一场考试而已 但在周围人眼中 这可是决定人生的重大事件 可学霸旅方诚 为了郑雨晴摔伤了腿 为了郑雨晴 放弃了清华北大 以你的成绩 清华北大任你选 我跌断一条腿 才好不容易换来和郑雨晴在一起的 比清华北大贵多了 再说 我要不考他的学校 我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 我当了这么多年的班主任 你们这样的 我见得多了 你还小 话别说得这么早 给自己留点后路 将来啊 说不定和谁在一起呢 能坚持到结婚 看得出两个人是真心相爱 并且是最了解对方的人 所以在工作以后 两个人除了各自打拼 更多时候是互相扶持 你以后防着他点 别再到怨大头 行 我防着点了 你不把他写得可歌可泣 他有什么业绩啊 你这出了什么馊主意啊 他是平上了 这不把我心头肉呢吗 他又平不上你 不是把老姚的心头肉吗 我跟你说 你这次就落一个 听话的好表现就行了 每天从我手上过那么多钱 怎么就没一张数了 我可警告你啊 你不能犯错误啊 你不能犯罪啊 你在银行 你一定要有定力的 我都犯什么罪啊 冲击量 我也就犯一个 乡粉罪 婚后生活还是很甜蜜的 有了新房子 有了小宝宝 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 一开始小记者郑雨晴 因为怀孕 放弃了新闻部主任的位子 丢下了工作 全力支持老公在外拼搏 为这个家 我已经决定做牺牲了 但是方程 你答应我 以后出人头地的事情 就只靠你了 你一定要努力啊 不能再让我爸爸有花奖 你放心吧 反正从今以后 你主外 我主内 你负责挣钱养家 我负责管家 你给我撒开腿的去跑事业 你能升多高升多高 我现在不想撒个腿跑都不行 这徐奶奶都快给我逼死了 他又怎么你了 甜蜜的一家三口 男主外 女主内 和和美美 但自从郑雨晴在事业上开始奋起 终于当上了报社的社长之后 他们的家庭开始默默发生变化 郑雨晴成了社长 而吕方诚因为一直被徐文君压着 加上她的骄傲使然 现在还是银行营业部副主任 所以当吕方诚看到郑雨晴 带着女儿和高飞吃饭 心里的火一下就被点燃了 你今天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不接孩子呀 我给老师训得跟孙子似的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萌萌我问你 谁心里没萌萌啊 我说你当社长之后 是不是全家人都变成你下属了 你要是社长 你专门派个人去接萌萌啊 你看爸老师是我呀 我也有工作 我也很忙的好吗 李方诚 我当社长之前萌萌长这么大 我让你动过一个手指头吗 我哪天没支持你工作啊 我这才当社长几天 你看家里乱成什么样子了 水池子里面全是碗 不能总是我牺牲吧 你能不能为家里面牺牲一点 咱们就算换岗 是不是也轮到你占七年了 就退一万步说 你银行的副主任 你有多少事要忙 我不信了 连孩子都不接 就没你这样了 行行行 老徽根到底就是因为我是副主任吧 你多有能耐啊 一上来就书记 社长 你连名字都给别人占便宜 不说谁 大家都在成长都在变化 一个心理不平衡 一个习惯了只会下属 但他们却仍想用曾经的标识 来要求对方 这怎么行得通呢 要什么业务给他呀 来 让我一下 让我一下 我明天值得还会 我生怀改革方案的稿子 还没捋呢 快 发什么愣啊 快快快快 真是的 你们出差这地儿天气还行吗 住的 住的那儿怎么样啊 环境好吗 你们这都 都跟谁去呢 你能不能不要出声啊 不是 那我喘气还有声呢 那我也别喘气了是吗 喂 吕先生 您好 我是酒店前台 因为心里有隔阂 所以当误会出现的时候 信任就荡然无存 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一起长大的 我是你老婆 你连我们都不信任 你还信任谁 我就是一定太信任你们了 我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宇方诚 外人怎么造我的谣 我都不管 他们打不到我心里去 你是我的亲人 你不能在这种时候 你落井下石 我今天一天 已经发生很多事情 我不想跟你解释 我告诉你我此刻 我筋疲力尽 我委屈极了 你回来以后你没有把我 分担一点地 你哪怕安慰我一句你都没有 你还是跟我这儿闹 你是不是 不是 这姚路是你自己选的 你赖不着别人 你在什么位置上 你就应该负什么责任 如果你自己能 截身自好点 你自己做得干净一点 别人能有机会说你吗 那怎么没人说我呢 我做得真恨 一切事情跟你都是 截身自好的 我没有干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行啊 截身自好 郑社长 郑社长你告诉我 你这社长是怎么当上的 我怎么打扰你不清楚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说我 你跟李保罗什么关系 方正李保罗的事情 我是不是以前没有人说过 你跟李保罗有什么关系 李保罗人家现在躺在医院里面 那我好哥们高飞呢 我们都不提高飞 我为什么不提高飞 我为什么要提高飞 高飞为什么那么愿意帮你 你是不是背着我 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可提醒你 你是萌萌的妈妈 萌萌以后出去 可还是要做人的 被自己最亲的人如此诋毁 相信没有一个女人 还能淡然处置 离婚已成定据 这个结果是因为 吕方成的不信任 还是郑雨晴对家庭的忽视 其实谁也脱不了干系 离婚后 郑雨晴迎来了上任以来 最大的挫折 患有抑郁症的罗美玲 跳楼自杀 但因为她的一句 爱上哪儿跳上哪儿跳 不坏好意的人 趁机把矛头指向了她 这个时候 最慌张的人 找到她的人 却是高飞 我是高飞 雨晴 陪着你 陪着你 同一样 赶紧 我们赶紧 我们贡心 在一个女人最脆弱的时候 陪在身边的那个人 是最容易得到她的真心和依赖的 这个时候吕方诚不在 而高飞的陪伴成了最长情的告白 说起来很是矫情 但女人终究是女人 再强大的女人也有脆弱的时候 吕方诚虽然担心 却始终放不下自己内心的骄傲 而高飞却知道做什么 能让郑雨晴开心 这一晚过后 两个人正是在一起了 但细究起来 高飞对雨晴的感情 并不比方诚的时间短 女不强大天不容第一集的第一个场景 就是刚下飞机的郑雨晴 偶遇了来机场接人的高飞 其实这会儿高飞已经有所成就了 她的顺便送回家 现在看来似乎并没有那么单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高飞的表情 一副了然于心帮了你不留名的样子 当时我们就想这两人肯定会发展出点什么来 没成想郑雨晴和吕方诚是青梅竹马的一对 而高飞一直是他俩的好朋友 但在他们结婚的时候 高飞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当时大家觉得这是好朋友 关系好才开的玩笑 现在想想所有的玩笑 可能都藏着那个人的真心 可是高飞这些事 高飞一早就对郑雨晴产生了感情 这是肯定的 但她也同样懂得朋友期不可期 所以一直以来只是担当着好朋友的角色 或者说是一个随教随到的人生导师更合适 你说江部长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突然到我这儿来连招呼都不打 我告诉你啊 人家领导是过来给你占你牌来的 他怕你指代会难堪呢 我再告诉你 这里边事你不明白 这个江部长呢 越了这么多几下来 他来哪怕是半个字他都不说 这都是领导队里的一个支持 雨晴啊 你们集团啊 说这个管理模式 正三角 集团老总高高在上 也就一万多个人给他干活 没有一万多 是我举例子嘛 举例子也没有一万多 郑雨晴 咱还能不能愉快地聊天呢 你说我不说话了 就算你说得对啊 就算说将来你这个众筹 我说明白了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市委领导如果知道了 把您这五百万撤回来了 一切项目都让您自己众筹去 请问你怎么办呢 想要的 郑雨晴好像已经形成了一个条件反射 一有问题就找高飞 而高飞对郑雨晴几乎是有求必应 郑雨晴就把信息包给我了 我只能给她借开 我想找个亲戚来帮助照顾一下 方正她妈 是方正的表妹也是大学生 原来当老师的 我这心想也不能亏待她 想从你那儿给她走个社保 这个事情你不要管了 把她的信息发到我手机上 然后就交给我了 给你五百万宣传备 到我这儿成公益了 凭什么不公益 你江州人为江州做点贡献 是应该的 嘘 这么着 这个事算了 你们报受 和我们月信连锁举办 咱们那个说定了 你差不多回去把东西收拾收拾 然后我把房间都给你留好 又干嘛 还真得多亏了高飞的心灵鸡汤 郑雨晴才能在那么多次碰壁的时候 有一个心意相通的避风港 无论是思想还是感情 似乎都得到了统一 而旅方城那边 也有了小徐姑娘的主动示爱 难道高飞就是这与情的情感终点站了吗 敬请关注东方卫视6月23号 女不强大天不容大结局 这钱你要是不拿着 今天我要来投诉我的同事 一个让人无比尴尬的自恋狂 每天她照完镜子才会和我们说话 开场白总是这样的 要喷脸了 杀虫计啊 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特别帅 今天又有人说我长得像全智龙 真是拿得没办法 我想问一下这个全智龙是吧 这龙哥和郑融合比哪个更帅 我问会儿 有没有问什么不合适的话 两个都是我的爱 哇 长得颜值也差不多是这意思吗 哎呀 他们为什么没有人敢回答这个问题 很可怕吗 粉丝会打架的 好那我只能说两个都是我的最爱是吧 也是我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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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哥 龙哥在哪呢 龙哥已经对你看了其实 对我看了 天哪 是他呀 大家好 我是这次的制造者 我叫陆阳 有点尴尬 有点眼熟像个艺人 像谁啊你们觉得 像整龙以后的宋小宝是吧 都有哪些明星长得像您 有陪我说长得有点像刘颖 那个我认识 那个我知道小蜜蜜眼个儿挺高的 还有人说长得像中体英寿 都死人多了 然后两年前我个朋友叫 看我那个镇尖照 觉得有点像都明俊 都明俊 都明俊 柔妈妈 嘎嘎 哦 啦 啦 你敢做人就知道 你不犯人都做 哦哦哦 你没微笑的窒息 让你一万一神秘 纯纯一动的唇印 全家也不危险的心 你很容易 你不犯人都不值得 你不犯人都不值得 你随着悲动的唇印 你已经被我 来个氏 我来完美看 我什么时候就给你 我们下午 你不犯人都不贵 哦哦哦 感谢观看